你在我眼中就是這麼好看 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喜歡 大衛 就是你先幫我顧一下電 我跟舒淇吵一下自己 真強你啊 你幹嘛捧住我的嘴啦 你剛才是不是想跟大衛告白 你怎麼知道 拜託 我看你那個積極的樣子 我早就知道了好不好 可是你不覺得 剛剛的時間很糟嗎 不會啊 我跟你說 我在法國跟Stayfan告白的時候 他還在跟人家吵架 後來我們還不是在一起 大衛他又不是法國人 他是失戀百姿的少林弟子 你這麼主動跟他告白 肯定會把他給嚇跑 會嗎 好啊 你不信 你就去告白看看 告白就是等於被帥 我以為的失戀靈感體質發誓 好好好 我相信你啦 可是 不跟大家講我喜歡桃 我要怎麼樣和人家在一起 一見鍾情這個機會已經錯過了 那就用 日久生情 那 你不是要很久 不會太久 日久生情要搭配上終極保鏢才能達到雙劍合璧 完美的境界 終極保鏢這部電影已經很久了 我不想看耶 不是啦 我是要大衛當你的終極保鏢 讓他當我終極保鏢 為什麼 你忘了那個變態的姓 還有大哥夢到你被人家砍的事了嗎 你看 要是因為這樣 然後 又加上你要被人家砍的那件事 讓你更加的害怕 所以這時候呢 你就需要一個武功很高強的人陪在你身邊 所以呢 大衛就是最佳的人選 這樣他不就當你的終極保鏢了嗎 他可以陪在你旁邊 然後你慢慢的呢 就日久生情 最後兩個人就變成一對 正好 快尖叫 怎麼了 刀...刀...刀子我怕 刀...為什麼怕刀子啊 我...只是在切荊棘而已啊 大衛大衛 這裡就有所不知了 舒淇這種早上 聽我大哥講的說 他夢到他被砍的那個夢以後 就一直很擔心 而且最近 又有人寫那個騷擾信給他有沒有 所以他就變這樣 大衛 你可不可以當我的保鏢啊 保鏢 對啊 我怕真的有人想要對我不利 我需要你保護我 我管是在家裡還是在店裡 我希望你二十四小時都陪著我 陪你是可以啦 可是... 我還幫忙照顧那個山山好味 這裡有強尼陪你應該沒問題吧 就是有強尼在所以才大有問題 你就不知道了 強尼啊 連比碗力都會輸給我耶 怎麼可能保護我嘛 我輸給你 不可能 那我比比看就知道了啊 來啊 蘇琪 你這個狂扯得太離譜了 我怎麼趕快會輸給你 你這樣會破壞我們的計畫 你知不知道 我是真的覺得你會輸給我 不可能 那就比一比看哦 大衛 你來當裁判吧 哦 好 好啊 這場比賽攸關男人面子 我是絕對不可以讓的 開始 好吧 那準備吧 預備 預備 開始 不不不不 大衛 你看 強尼連跟我比碗力都會輸 怎麼可能保護我嘛 那 那好吧 如果師父答應的話 那我就保護你啊 那我就保護你啊